大家好我是林雪驴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意外亡死或自殺在靈界會如何 在我們的民間信仰中 亡死神是專門給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居住的地方 比如說意外戰爭謀殺等情況去世的靈魂 這些靈魂會被黑白無常或牛頭馬面帶到地府 集中在亡死神 直到他們原本應該壽終正寢的那一天 亡死神其實是分為內層跟外層 外層的靈魂是那些因為疏忽大意而去世的人 比如說摔死溺死這類的情況 他們在這裡的生活跟陽世差不多 只是自由受到一些限制 不能隨便到陽世接受供養 而內層呢 這是那些因為自殺而來的靈魂 他們的處境就比較淒慘哦 被困在所謂的孤獨地獄 每天都會重複經歷死亡時的痛苦 不能與外界通訊 除非獲得神尊的許可 才能託夢給家人 所以呢 我們一直強調活著要珍惜生命 盡量不要因為一些一時的衝動呢 而做出後悔的事情 當然為了讓這些亡死的靈魂 能夠早日脫離痛苦 我們可以多做些功德 祈求他們能夠早日得到解脫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對這個話題有興趣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